大家好, 歡迎收看錄音闖蕩 Bato, 父親節有什麼事? 星期日當然要開工 不過當日馬場舉行父親節賽馬日 大家可以帶爸爸進場打野氣 好, 如果你帶爸爸進馬場 你就可以展現你專業的一面給他看 所謂兒子生性, 父親當然是倍感安慰 如果親朋好友都看見他們這麼好的成績 當然是替他們高興 這晚的跑馬地夜賽絕對是華將爆發日 早前欣賞久憂的大師兄賴維炳 憑著菜神 事隔20個月後再嘗勝利之味 而回家進亦憑著把黑螺絲 贏出他在香港出道以來的70場頭把 成功升級為三磅 同樣升級的還有電閘騎士無編東 他憑著心中有線 以及多多勁氣成功起吧 順利贏出他出道以來的第20場頭把 成為當晚的騎士王之魚 還升級為七磅 可謂雙喜臨門 第四 開心的誰知道他們 有火車潘之稱的10磅仔潘明輝 這晚首次在跑馬地馬場上陣 結果他憑著師父賀嚴馬房的 型華聖甲爺馬 由他出道至今的九個賽日 每次都有馬贏 不知道他能否保持一輩 連夜十個賽日 第四 連馬師蔡漢 目前已取得89場頭馬 只要多贏三場 就可以超越零四至零五年到馬跪 高東尼勝出的91場頭馬 星期日的沙田日賽 他將會擺出強陣勁戰 其中第一場的黃蝦王 以及第五場的精算八方 上將都是一出即勝 其實蔡漢由前季至今 13匹同類型賽區之中 有8匹在之後再出都能取得延節 這次黃蝦王和精算八方 又可不可以再下一城呢 第四 這個星期日 沙田馬場將會舉行 父親節賽馬日 除了有夜玩、有食物之外 各位還可以陪爸爸 近距離欣賞賽事 一眾華將都趁這個機會 向爸爸表心意義 爸爸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看我的比賽 很感謝爸爸你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 爸爸在年輕時付出很多 現在是時候多了我負起這個責任 小時候爸爸經常帶我到處去玩 現在長大了 我也會經常帶他去旅行 各位乖子乖女 星期日你懂得做吧 2016至2017年到馬季 還有一個月差不多就殺科了 今季的最受歡迎馬匹及騎士選舉 網上投票已經開始了 由現在起至6月28日 大家可以透過馬會網頁進行投票 以行動支持自己最喜歡的騎士 本地以及海外馬匹 選舉結果將會在冠軍人馬獎頒獎典禮 以及殺科賽馬日裡面公佈 還等什麼?快點投票吧 手抖了,要再拍那個,對不起… 不好意思 你這麼差勁 自拍也不懂 對,坐定都拍到送玉門 看得到拍馬就不得了 拍照真的不是我的飯 拍照留給專業高手吧 馬場,兵家必爭之地 每個賽馬日 各路人馬都精兵盡出 以物部署 希望可以脫穎而出,一舉成名 我不是在說他,是說他們 拍馬而已 其他事不敢說 照片我每天都拍 照片我拍的,我拍大師級作品給你看看 照片 這張撿兩撿都搞定了 這些照片哪有得要的 你懂什麼?撿兩撿比… Gary Chang Garry,陳國雄,香港攝影師 曾經勇奪國家地理雜誌等 200多項國際攝影大獎 當初剛開始學拍照的時候 為何會選擇進來馬場學習攝影 因為馬場除了一些動態 靜態的賽馬、相片 我們可以拍到之外 我們還可以拍到一些馬迷歡呼 開心或不開心的照片 一幅好的賽馬攝影作品 當然要有競爭性和衝擊力 這樣才能帶出賽馬這項運動的刺激性 Gary,我已經準備好了 馬就走過去了,可以開始拍了 別這麼急,我們先找個漂亮位 走到那邊看看 好 馬場這麼大,不少地方都可以拍到漂亮照 好像公眾席和終點位置 都可以近距離拍攝到馬匹 不過什麼地方都好 最重要是看適合時機 適當的時候,在適當的地方 就是捕捉魚尾影像的先決條件 Gary,我們來到公眾席入口 附近這個天橋上面 這個位置如何拍好呢 在這個天橋位置 我們最好拍馬匹的轉彎情況 因為在這個上面 我們可以居高臨下地 用長照鏡頭捕捉馬匹轉彎 最精彩的一刻 賽馬運動是一個非常快速的運動 適合我們拍攝的時間 在我們前面經過的時間 只要短短掃描 所以我們盡量利用高速連拍 盡量在有機會的情況下拍攝多一點 然後從中選一張不錯的作品出來 最好可以帶到一部有快門先決的相機 以及有連拍功能的相機 好,長照鏡頭我有了 那部機器怎麼設置好呢 好,讓我教你吧 首先把模式轉彎快門先決 S模式 沒錯 即是以快門先走 對,又因為賽馬運動 是一種很快的運動 所以我們需要利用連拍的幫助 盡量拿到漂亮的相機 即是盡量調到高速連拍 沒錯,我們通常都會看到H這個字 對,我想問一下 那個閃門可以調校到多快 是最適合的呢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設置1000或以上 1250或1600分之1都可以 好,那現在準備就緒了 還有,我們有一件很重要的 忘記設置 是 就是追焦模式 我們一定要調校AFC AFC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連續追焦 那焦點就會跟著馬匹 一直追著馬去拍照 明白了 Gammy,拍了很多張 因為高速連拍 是 你幫我看看哪張會比較好 對,我先放大一點 你看看,轉彎的精彩情況 泥都飛起來了 對 都可以拍到 厲害,有進步了 Gary說 賽馬攝影的精髓在於當中的競爭感 所以拍到馬羹激烈競爭的話 就絕對有分 然後,Garry就會教我另一種攝影技巧 就是攝影鏡 攝影鏡就是我們利用一個較慢的快門速度 去拍一些很快的運動項目 例如賽馬運動 因為我們的鏡頭和馬同步的時間 隻馬會銳利 但是背景不會跟著你的鏡頭移動 所以就會變成暗了 我們就可以拍到一張不錯的動態相片 好,Gary 來到終點這個位置了 是否用攝影鏡來拍攝會適合一點 沒錯,在這個位置 我們最好用慢一點的快門 去拍隻馬,衝過終點那一刻 因為用慢的快門去拍快的東西 照片就會很有動感 我即是拍到主體就很明顯 沒錯 後面就很明顯 就好像很有衝動感 但是因為我們剛開始初學拍這類照 快門也不能太慢 我們可以嘗試用125分1或100分1 去開始拍這類照 比剛才1600真的差很遠 沒錯,好,學懂設定後 要實戰 好 先讓我看看一次 很容易 對著馬,平均地轉過來 扭一下腰就行了 你的腰夠遠了 不過方法就適合一半 因為馬在遠處過來的速度 以及在我們面前橫跑的速度 會有分別 當馬去到我們前面橫跑的時候 我們轉動的速度 就要跟馬和騎士同步 才有機會拍到一張好的動態 走過來時,馬是特別快一點 沒錯,觀感是快很多 Gary說拍攝馬匹這類移動的物體 可以在他前進的方向遇留一些空間 這張照片看起來就會更有動感 第一次來到馬場拍這個賽馬攝影 原來很刺激 因為剛才聽Gary說 事前的準備要很重要 因為沒有時間可以再設定 拍那場馬不能再設定 而且原來那一刻 只有三至五秒左右 只要一場馬,我當有八場至十場 只要五秒一場 五百中四十 即每天只要拍 只要40秒時間給我拍照 我要很把握那四十秒 就是事前準備得很好 而且拍完出來看 其實那一刻也很刺激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拍了甚麼 看出來有一張中 已經很開心 大家如果想磨練一下 自己的攝影技術 不妨可以挑戰一下賽馬攝影 而接下來星期日 沙田日賽還是父親節 就趁著這個機會 和爸爸一起欣賞精彩刺激的賽事 幫他拍張帥仔照 過一個特別的父親節吧 正所謂有信心可奪金 看到Gary每次你拿著相機 都充滿自信 難怪可以得到這麼多大獎 所以我從明天開始 都決定要像他那樣 有氣勢,有信心 拍照以後都不守陣 阿桃,我真的很欣賞你的決心 不過氣勢這些東西 真的沒得強求 我就建議你去學一下 有型格的馬主楊毅的舉手投足 可能你會贏1% 稍後回來有他的專訪 また一 soi 各位來自身高 我們來自身高 我們來自身高 好啦 我們來自身高